新冠病毒不斷變異 國際廠商積極研發次世代疫苗 台大和中研院學者 最近提交論文寓印本 在Bioarchive網站上 測試了五種不同基因序列 製造RBD蛋白抗原的mRNA疫苗 醫師判見之認為 這個論文證明 台灣有能力研發次世代mRNA疫苗 原理是把一份資料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份食譜 傳給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 那這份食譜就會教我們自己的細胞 自己去合成疫苗 國際疫苗大廠莫德納和輝瑞 也在研發次世代mRNA疫苗 目前也都還在研發階段 尚未有成果發表 國內有沒有能力研發製造 次世代mRNA疫苗 台灣相對的製造能力 如果加一把劑那是會有 那研發的部門 現在是有一些關鍵的技術 可能有專利的門檻 所以這些東西 都有相對很多地方需要去突破 就算有能力製造次世代mRNA疫苗 但最大的問題是有專利門檻 要付諸實施 恐怕不是一年半載就能達成 記者周天杰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M course G1 G1 G4 G1 G2 G1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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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G3 G4 G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